好 主播 現在記者呢 人就在韓國首爾 這裡是韓國觀光公社打造的旅遊中心 有一個名字非常可愛 叫做浩克空間 主要呢 就是要歡迎各國觀光客來到這裡 而且進門就會看到這一樓有長達31公尺的電視牆 上面一直播放著跟韓國旅遊相關的一些電視畫面 其實走在這裡 你這樣邊走 彷彿模特兒走台路的感覺 而且旁邊的這個畫面非常的絢麗 所以是個非常適合的打卡景點 不過整棟呢 其實是有五層樓 所以我們現在一一來大家解析其他每一層樓的歌子特色 來到二樓 這叫做K-POP空間 其實有在追韓星的人應該對這首歌或是這場景不陌生 現在播放的呢 就是韓團Seventeen的歌曲 而且裡頭打造的彷彿像韓國地鐵 主要呢 就是讓年輕觀光客在這邊可以拍一下Shots 像是抖音啊 或是YouTube Shop等等的 放在IG上打卡宣耀 但真正厲害的跟著鏡頭一起往前走 其實這二樓空間非常大 每一個空間都有不同的主題 像剛剛有這個像地鐵一樣呢 甚至還有像洗衣機 真正可以看到這裡呢 跟讓你就是體驗像韓星一樣 超大的舞台 甚至這背景LED燈光超級的絢麗 還會有舞者在上面跳舞 就是讓你體驗什麼叫做韓流的魅力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呢 其實表演者 他會關觀光客不時的有一些互動 你隨時都可以拿起手機或是相機錄影拍攝 還會有音樂跟著一起伴舞 其實整個活動呢 是相當的精彩熱鬧 而這個浩客空間總共有五層樓 每一層都不同的主題 就是要讓觀光客在這裡可以耗上一整天 不停的拍照打卡 透過這個網路的魅力的渲染 也體驗到韓流的觀光文化 以上的記者楊慈英 攝影盧洪昌 在韓國收二的採訪報導